如果要說歷史最佳的得分後衛 那她的名字或許排不上榜單 但如果說到影響力 那作為得分後衛表現的創意 就不能不提到她 3分鐘認識系列 今天要帶你來認識這位 打球兼具利於美 更充滿著創造性的球員 Manu Ginobili Manu Ginobili 綽號鬼切、腰刀、阿根廷刺客 背號20號 身高6尺6吋198公分 體重205磅93公斤 聖雅成拿下過下列的獎項 鬼切這個綽號原本的說法是因為Ginobili的切入犀利 搭配上那變幻莫測的腳步 看起來就像魔鬼的步伐 因此被稱之為鬼之切入 當然 後來因為年紀越來越大 頭髮越來越少 被稱走鬼禿就... Ginobili出生於阿根廷的布蘭卡港 與其他出生在這個國家的小孩子不同 在這樣的足球國度裡 喜歡籃球的Ginobili顯得有些異常 在他與兩位大哥房間裡的牆壁上 貼滿著籃球之神Michael Jordan的海報 而3不50就是盯著電視 欣賞這支偉大球隊的比賽 這是他們孩童時期最歡樂的時刻 或許出生於籃球運動員家庭的因素 導致Ginobili對於籃球異常的熱愛 由於父親的因素 這讓他有著良好且循序漸進的練習過程 18歲便進入當地的職業聯賽 19歲便成為阿根廷職業聯賽的得分王 但由於阿根廷籃球資源的匱乏 加上他擁有著阿根廷以及意大利的雙重國籍 這讓他在21歲時 孤森前往意大利打球 當去到意大利的第一年 便帶領球隊從乙擊殺到甲擊 這一年的上安東尼奧馬次隊 由於不希望前一年奪冠的陣容有所改變 於是將第一輪籤給交易掉 而第二輪籤因為沒有球隊有興趣 於是便在第二輪第57順位 選擇了這位馬次球探偶然在外注意到的球員 要知道 在那個年代的NBA裡 選擇國際球員的舉動並不盛行 一直到後來 球探帶著馬次隊的總教練 Greg Popovich 跑去觀看Ginobili的比賽 而對這位年紀輕輕的球員感到特別興奮 並在回到馬次之後 不停的向石佛、Tim Duncan 稱讚這位國際球員 不過Duncan這邊則是一如往常的表示 好喔 此時的Ginobili雖然有向馬次方報到 但並沒有與馬次隊簽約 因為他認為自己還有許多的不足 因此先留在意大利打球 也是從這時開始 Ginobili開始了他外掛般成名的過程 2001年 率領球隊拿到意大利甲級聯賽的冠軍 2001-02賽季意大利盃賽冠軍 2001年歐洲聯賽冠軍 以及00-02賽季的意大利聯賽MVP 2002年在印第安納州舉行的市井賽 Ginobili率領阿根廷奪下第二名 並且入選了當年市井賽的最佳陣容 在那年結束後加入2002-03年的馬次隊 賽季初期的Ginobili因為腳傷的因素 加上還不太適應NBA的節奏 但隨著上市的好轉 Ginobili的表現也越來越好 並在賽季末入選了新秀第二隊 這一年的他也是真正意義上唯一的一次 與自己的偶像Michael Jordan 一起在同一場比賽亮相 雖然Ginobili僅上場了幾分鐘 而當時的Jordan也不在球場上 不過在馬次進入到季後賽後 與例行賽不同 季後賽的Ginobili上了24場比賽 而且場均上場27分鐘 成為了總教練Popovich 人替陣容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他的好表現為這支馬次隊 注入了不一樣的效果 最終在總冠軍戰 擊敗了紐澤西蘭網隊 不過重用歸重用 其實這一年Popovich、Ginobili的相處 其實是頗為奇妙的 眾所周知Popovich作為軍官退役 一手打造出球風嚴謹的馬次隊 但偏偏Ginobili恰巧就是一位 球風叛逆的球員 當球隊制定好戰術後 Ginobili會做出與戰術不一樣的做法 快攻擊停三分球 或者將球從對方跨下傳出 他會告訴Popovich 他認為這樣做比較好 而且通常結果也都是好的 這讓頑固的Popovich很是困擾 你不能這樣失誤 你不能投這樣的球 當Duncan傳球給你時 你就在這裡投球 這類球場上的爭吵每天都在上演 他是個天生的贏家 Ginobili閱讀比賽比任何人都快 他贏得了他自己想要的打球方式 他可以按照他的方式 而非我的方式去打球 我在思考過後 最終得出了這個結論 最終Ginobili用實力以及表現 贏得了Popovich的信任 成為了少數在Popovich手下 能夠自己決定球場上的行動 並自由打球的球員 想想一樣作為三巨頭的Tony Parker吧 呵呵 喔對了 Ginobili作為少數NBA生涯 只穿過一個號碼20號的球員 背後的故事其實有點有趣 原先Ginobili從小到大只穿過6號以及10號 原本馬次要給Ginobili6號 但因為6號原本是小將軍Avery Johnson的背號 而且到目前為止還有一些死忠的球迷 然而當時的10號已經被給了隊友 Speedy... Colastom吧 好不管 於是Ginobili在被問到為何選擇20號時表示 我當時覺得20號很好看 所以我就挑了20號了 從隔年開始 Ginobili開始受到重用 個人數據也提高到先發等級 被與石佛Tim Duncan、法國跑車Tony Parker 一起作為馬次GDP的三巨頭 開啟了一段輝煌的過程 三人組合生涯歷史勝率73.9% 不過這個數據後來被勇士隊的三巨頭76.4%給打破了 2004年Ginobili身穿阿根廷國家隊的5號球衣 在當時的雅典奧運上大放異彩 在四強賽中帶領球隊擊敗美國夢幻隊 最終奪下金牌 而Ginobili也成為該屆奧運 最有價值的球員 而繼生涯第一年奪冠後 馬次開啟了大家耳熟能詳的奇數年魔咒 02-03賽季拿下總冠軍 03-04賽季西區第二輪被淘汰 04-05賽季又拿下總冠軍 05-06賽季西區第二輪又被淘汰 06-07賽季又拿下總冠軍 這個時期的馬次每年都作為奪冠熱門 雖說五年內三座冠軍很厲害 但始終無法達成連霸也是一件趣事 喔對了 由於2006-07賽季馬次替補陣容太淺 在詢問過後 Ginobili答應球隊 願意下去帶領替補陣容 在被降到替補之後的Ginobili 由於能更加放開自我 隔一年場軍來到生涯最高的19.5分 4.8籃板、4.5助攻 命中率則是46%、40%、86%的準180俱樂部 而他也在這季以一位假替補的身分 拿下了第一座年度最佳的第六人獎盃 2009年10月31日 Ginobili在善加緬度國王隊的足場比賽中 當時有一隻蝙蝠在球場內飛來飛去 只見當時的Ginobili一巴掌將蝙蝠拍落 然後在人群的掌聲中 將這生物帶出球場交給工作人員 2013-14賽季 馬刺取得了聯盟最好的62勝20負的成績 這一年的Ginobili已經不再是過去那個 自由在人群中穿梭的刺客 但取而代之的是豐富的經驗以及成熟度 這一年的馬刺先後擊敗小牛、脫荒者、雷霆 在總冠軍賽中對上當時熱火三王的邁阿密熱火隊 在聖堂射手Danny Green、可愛Kawaii Leonard等一票新人跳出來的情況下 馬刺最終以4比1擊敗了熱火 Ginobili也收下了他個人第四座的總冠軍金杯 嗯?什麼?總冠軍賽第一場冷氣壞掉導致熱火輸球? 在這之後的Ginobili 生涯上場數越來越低 基本上多以代退老將的身份 在球場上指揮、照顧新人 2018年8月27日就在球季結束4個月後 就在老友Tony Parker離隊加盟蝦洛特黃蜂後沒幾周 也在馬刺隊決定送走球隊未來少主Kawaii Leonard到多倫多之後 他做出了決定 41歲的Ginobili決定就此結束他在NBA的第17個賽季 退休後聖安東尼奧市長宣布將每年的8月30日 以他的名字作為節假日紀念 而這位作為阿根廷歷史上最具有影響力的運動員 在Ginobili退休後 除了為他設立專屬的雕像 還在一處公園為他設立了一個紀念球場 來表達Ginobili開拓阿根廷籃籃球史重要的一筆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麻煩幫我按下喜歡、訂閱並分享出去 如果有想看的球員也歡迎在下方留言處告訴我 我是蝦球 十個兔子、九個腹 我們下支影片見